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他說假設男生的標準體重為身高 扣掉80,再乘以0.7 這個是男生的標準體重 就是說這是男生的身高 減掉80,大概是公分 再乘以0.7 這個就是男生的標準體重 女生的標準體重是這個 他說不論男女如果超過標準體重的10% 也就是說超過標準體重的10% 大於1加10% 這個時候我們稱為過重 如果體重超過20% 1加20%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稱為過胖 稱為過胖 那我們現在看看這個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他說 若有一男生 身高 他是等於170 體重為過胖 體重為過重 但不過胖 也就是說 他這個 且體重量是X公斤 X公斤的話 他是過重 過重的話 就是大於多少 就是過重 但不過胖 過重的話就是1.1 660 過胖有包括 不過胖 等於的話也沒有過胖 要超過才過胖 1.2 690 這樣子 那他問胖的幻圍 那胖的幻圍的話 那胖的幻圍的話 那我這個就先把胖 算出來 這胖的幻圍 男生等 170 就170 減掉80 乘以0.7 這樣等於多少呢 這樣等於這個是 這是90 這是90 90 90乘以0.7 63 所以他的標準體重是63 那63的話 給他乘以多少呢 1.2 1.2 乘以這個 乘以這個 這個是75.6 75.6 沒有超過75.6 有包括等於 這個是 1.1 乘以63 這是 69.3 也就是說 他這個體重的幻圍 是大的 69.3公斤 小於等於 75.6公斤 這樣的話 就是說 沒有過胖 過重的 但是沒有過胖 好 再我們看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這是 69.3 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他說 現在有一個女生 體重的 達到多少呢 他體重是56.1公斤 1.1公斤 那不是過重的 那不是過重的 就是說 沒有超過什麼呢 沒有超過 這個 1.1 6 沒有超過 1.1 6 他的身高最矮 是多少 好 那我們看 沒有超過 1.1公斤 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56 56.1 小於等於 1.1 6.0 那這樣標準體重多少呢 標準體重 他是大於等於多少 1.1 分之 56.1 1.1 那這把他算一下 56.1 56.1 啊 除了 1.1 51 也就是說 他標準體重超過51 他標準體重等於多少 是等於h 減 這是女的嘛 減掉70 乘以0.6 所以這小的 h 他是大於等於多少 51 除以0.6 加上70 那這樣等於多少呢 51 除以0.6 再加上70 這是 155 嗯 155 我看喔 51 啊 155 我再算一下看看 這是 這是 51 啊 除以呢 0.6 等於 85 再加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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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155 也就是說 他最矮是什麼 就是他的身高的話 超過呢 大於等於155公分啦 所以他最矮 最矮 最矮是155公分啦 所以答案喔 最矮是155公分 1 1 2